干燥无风的空气中,室温只有15度C 有一个火车接近3 跑到距离920的时候,尖叫 经过4秒钟 车上的人听到 他居然这样就可以估算出火车现在速度多快 很厉害,非常有素养 我们画个实义图,这是一座山 这是一个小火车,汤马式小火车 他冲的速度叫B 然后他开始距离920的时候尖叫 这时候声音就会冲过去 撞到墙壁又弹回来 好,这时候你别忘了 火车已经又继续前进了 火车又继续前进了 所以他走的距离叫做4B 他走的距离叫做4B 为什么呢?因为速度乘以时间 就是位移 等速度的时候 说此时那时快,其实声音的速度也暗示你啦 声速15度C有公式 331加0.6T 把15度C带进去就是340 所以声音去回来 这两个星星加起来 总共走了340乘4秒 画图很清楚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总共走了 去回来加上车子走的几条线长 两条线长 所以就920乘2 就会等于4B 加上340乘4 好啦,可以心算 把4除掉,有没有 所以这里会变460 460跟340差多少 120 所以答案就可以选B选下